我乖乖为什么拖垃圾呢 好几辆 为什么垃圾车拖垃圾 原来是大房车 起床了 小豆已经去房车里了 他已经先去工作了 今天可能要回家一趟 因为有几个快递可能可以发了 所以现在不能走太远 因为万一要发快递的话 我妈他们弄不清楚 只能我先回去发快递 然后今天要去杭州了 我先起来弄点吃的吧 弄完之后还要把帐篷给收起来 也是一个大空城 有新的人来了 在搭帐篷 我就说怎么听到当当当的声音 装修的声音 这边煮个馄饨 早餐鸡 气罐馄饨 鸡蛋 金枪一罐头 早餐鸡好久不用都落灰了 这种红色的辣椒酱 还有这种小包装的呢 我一早起来我先工作 然后前辈给我煮了一碗馄饨 挺好吃的 我说是不是煮的好吃 是馄饨挺好吃的 馄饨就软掉了 我知道因为冰箱冷藏放了两天 这边又来了几辆车 估计可能下午还会有车过来 我们就决定不留在这里的 因为我本来和前辈来这里 就想过一下奥冷世界吧 找一个地方闭试 但是现在人一多的 晚上可能会吵 我们就准备走 我要开始做我的了 面包快香 放不下 这鸡蛋被我煎的 啥也不是 应该煮三四分钟就好了 它的皮很薄 鸡蛋 哇好像猫粮啊猫罐头 等一下给外面的猫吃一点 应该有多的 我不喜欢用沙拉酱 我喜欢用这种辣酱 然后把它盖上 好三分钟吧 还多了一点罐头 给猫吃了 看的蛮不错的 开始吃我的早餐了 好吃 这面包鸡我倒没有闲置 偶尔也会用 它就是没办法把两片面包给夹紧 特别好吃 本来想做拿铁的 算了 吃吧 旁边等一下会来很多车 这个地方其实也不是很大 所以应该会挺热闹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在大厅广东之下 慢悠悠的收帐篷 好尴尬 我今天看网上很流行说 跟着七十斤的女生吃饭 我是七十斤女生的反面例子 我看他小口慢嚼 然后又发呆的 整一个就没食欲了 有些人就说跟着他吃没食欲 减肥 但我觉得吃东西要享受 这个食物 一定要大口吃才像 大口一下子能包容更多的食物 就更好吃 太好吃了 赶紧吧 他们下午两点就要那个结算了 我们趁着两脚前那个断腿包又来了 看到了 我吃的那个冰箱一罐 零花猫没来刚才 他不来送一下我们 现在你看周末的时候 这边有很多人来录营的 他们肯定不会饿舍的 我让前面先洗完 我把那个帐篷里面的东西给收拾一下 准备离开了 哥们 要用帮忙吗 不用 自己来就可以 你是不是卖小兜了 对 我刚才就认出来了 我还是你很早就关注你了 你们是哪边过来玩的 你们哪边过来玩的 你们那边过来玩的 长新过来 卖小兜的小贝是吧 对 他洗碗了 他是这边本地的 前面是本地的 对 我先把车推出来 你们可以开进去 不动机 不动机 没事 我正好推到这边 我好搬 搬住你了 搬住你了 谢谢 谢谢 熟练的熟织解来也挺快的 主要车在旁边放东西 超方便 行不行 现在帐篷里面东西都已经收掉了 就差一个天幕和帐篷 这天幕有点 脑子有点大的 因为太大了 说起来很累 笑斗负责把底钉 饿负责收拾绳子 全部慢慢收拾感经夜听之一 现在开始放弃了 小薇你来我来 你来吧 我不敢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你看,我把这个地点拿出来 湿的就不行 湿的,干这边就好了 还是有七刀山草的这里 这哪里买的 湿的,干的 也不贵,迪卡龙买的 就几十块钱 你看到呗 今天来的人还很多了 你看我们那边,他们是一个房车公司的 房车厂家的 然后那边有几个年轻人,看得好像是那种大学生的样子 也来这边入营的 现在年轻人真的好多 我们为什么上大学的时候这么穷 我们好像根本就,连坐绿皮车出去玩的钱都没有 只能坐着公交车去西湖 对啊,他们现在年轻人都好有钱 我们当时出去外面吃的饭感觉好像 周末才能去一下 甚至可能一个月只能去个一两次这样子 他们好像经常能这样出来,因为露营装备也不便宜 还有什么大学生海底拉,那个时候怎么吃得起海底拉 对啊,我们当时 也没有很久,也就十年前嘛,我们好像感觉吃个肯德基都是那种 算约会的那种感觉了 刚刚我们一直往前开,然后开开开开,大门分着 我们跟着导航走着,结果前面是监狱 导航保姆导航到监狱里面去,是监狱啊,南无监狱什么的 这导航真的是可以的 我说这个地方怎么有高压线呢 准备回家一趟,本来想着去杭州了 然后发现整理出来 又有6单可以发了 好了,我们现在就直接去杭州 我还是定位到那个吧,黄荣中心 那个位置还是停房车比较方便的 他停车费是这么收的,5块钱一个小时,30块钱 分顶一天这样子,然后明天我们就去修车 去那个上西大通修车 后天呢,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我们想买的车 然后靠右前方 向高速了 EDC怎么也被拦下了 是不是要有核酸啊 之前也是从这里进去的啊 嗯,不知道能不能让人进 在地面区线处掉头 甘心的问题啊 生怕他们被拦下,你们防车啊,不让进 前方在地面区线处掉头 市中心也就这个位置,我觉得比较好听 防车 其实也 嗯,也不是说特别方便吧 去其他的地方还是要打车的 或者做公共交通 但是省,省得早了 对对对,地方又大 他停好了,去吃饭了 停在熟悉的位置,上午也是这里 你说,快点 你去吃饭了 你刚刚在那上面吃的 还打包了一点 但是对面断了 今天晚上吃的有点饱 对面是银泰城 哇 前轮打包外加要没油了 下面有车 我这个电脑我可以给你煎两个煎蛋了 已经烫不熟 夏天得开着空小的 不然电脑爆炸了 真的要爆炸了 什么叫手挂了,前轮 我只要一层就行 嗯 一层给我就行 没多少一层